HELLO 大家好,晚安,欢迎收看今天2012年8月30号的庞德开讲 我们的粉丝团直播 那么这一周呢,其实哎呀,真是what a week 这一周其实蛮累的 为什么蛮累的呢 大家如果说有在关注我的脸书的话 应该有注意到呢 我这礼拜这两个小孩是有点动作的 第一个,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第一个呢,就是大伟啊 我记得前一两周在这个开讲里面也跟各位有提到 就是呢,我常让大伟呢 不管是在我的粉丝团啊 或者说在我的试车影片啊 甚至呢,在一些电视的通告 我都会带大伟呢 有机会上去跟大家见见面 HELLO, HELLO, HELLO,欢迎大家的加入 那这个大家常看到大伟 那当然他,我也很幸运啦 很幸运说他跟我旁的我自己的兴趣呢 其实很多是吻合的 那他自己也喜欢 也喜欢讲讲车子 玩玩车子等等的 所以常跟各位在各个频道上见面 那大家对大伟也都很熟悉 但是呢,这个大伟因为他体重很胖 所以这个我也知道,那大家也有注意到 很多人也会提到,说要减肥啊什么 都非常非常感谢 但是呢,这个有时候 说是很容易哦 做不容易,不见得是容易做得到 所以其实呢,我这个学期 就是用尽了很多的力量呢 让大伟从这个普通班级转到体育班去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对很多的这个 家长来讲可能会觉得很难想象 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其实体育班就是以体育为重 但是学业就为辅嘛 那一方面我也提到 其实大伟的在校的成绩并不好 那我也不认为他这方面是他的一个专长了 那么转到体育班的话呢 主要当然大家可以想到了 我就希望他能够常运动 所以我上次跟在脸书这边跟大家报告过 就是说,谢谢大家的关心哦 那大伟都听到了 那其实我有动作 那我想我这就是我做的一个最大的动作 你说平常要他节食啊 要他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一方面忙 一方面有时候父子关系 也不是你想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呢就是带他 把他转到体育班去 那这个体育班呢 其实他们就是有些甚至从国小 就已经是校队啊什么什么 就升到这个国中体育班 那其他的话呢 现在体育班 这个他们从国一可能国二国三啊 就一直在练习体能都非常好 所以呢大伟就跟他们这个暑假呢 就参加他们训练的一个衔接嘛 衔接的一个一个课程 那包括跑操场 好 绕校园 这个食宿周等等的 然后最操的一天 刚好我在场 刚好我那天看他们在干嘛 我在这个操场的围墙看里面 想说大伟在哪里 他们在哪里运动啊 就忽然间后面 诶 有人喊说爸 我说爸 这样我改一回来 诶 怎么大伟在后面啊 然后脸色呢 有点发白 然后满身大汗的 手上的哪里凭这个宝旷力 我说诶 你怎么会在校外呢 他说 他们今天是从这个学校跑到那个山顶上 很远 但这个路程我不太容易计算 然后跑下来 那我就说 哇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他说他很有成就感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想到他做得到 因为他很胖 然后他不是常常运动 但做这么彻底的运动 所以在未来的那一两周内 包括他看到我 看到我的朋友 看到爷爷奶奶 他也会提到说 诶 他觉得他自己很棒 他居然做得到 好 所以其实本来是很开心的 结果呢 开心到这个 才开心完没多久了 大家其实在这一周 其实我就回顾我这一周 几个脸书的内容 大家看有一张大尾 有没有 嘴巴这样 这样 歪掉这样 那个其实 我看大家的回应 绝大多数人应该是了解 我是在传达一个讯息 那当然也有少部分人可能误会了 会以为说 诶 是不是在搞笑啊 在开玩笑 他其实不是在开玩笑 他是他真的 他这个叫做颜面神经 麻痹 或者说是颜面神经受损 这其实说法也是很多种 就像之前那个知名的主持人 蔡康永先生 他也有曾经得过这种颜面神经麻痹 那就是据目前的医学的说法 我所了解到的资料是说呢 可能是过度的疲劳 透支 或者说压力太大 造成呢 这个身体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呢 这个病毒呢 入侵到很深层的神经 那个大家很多医学民所不是很懂 就是 那不是第几对神经 就是那个神经 受到伤害 所以会造成呢 这个 他刚开始是 眨眼 第一天晚上说 把我眼睛眨不太起来 我说啊 你是不是 眼睛干了 闹的东西 可能是 no no 后来也睡着了 后来第二天起来 就 他眨眼眨不太起来 然后到第二天的晚上 晚上的时候 班晚 班晚的时候呢 这个妹妹就跟我讲 哦 哥哥 好可怕 嘴巴歪掉了 就是一笑起来的时候 就会这样歪一边这样子 那大家赶快去看医生 那后来得到的消息是说呢 他这个 对我刚才讲的 可能是压力太大 或者说体力透支 体力透支太累的时候呢 造成这样的情形 所以是不是说 因为 长时间没有这种 剧烈运动的习惯 突然间这样 然后造成呢 非常累的时候呢 抵抗力下降 我也不知道 那大家也谢谢大家 在这个我的脸书上 有提供很多 大家的意见 什么贝尔氏啊 像重感冒一样 这个长时间休息啊 等等的 我都非常感谢 那我都非常的 依照大家的建议 和我所去看的 包括西医 包括中医 就是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啦 那吃泪固醇啊 然后呢 也去做一些 这个中医的针灸啊 等等的 那今天有 稍有改善 直到今天 今天第五天了 才稍有一点点改善 但是 还是很担心的 所以 旁边今天看起来 有没有觉得 很身心俱疲的样子 可能还是要有一点 因为看到自己的 小孩 现在小孩都不多了 居然这样 这样一笑起来 嘴巴歪一边呢 真的是很伤脑筋 对 谢谢 大家有提到的时候 还有补充 这个维生素B 这个都是 这个我们去 三种啊 那西医他开的药 那我们中医的话 他们讲法不一样 他不是说什么病毒入侵 是说什么寒气啊 等等 其实我想 中西医 其实最后谈了 谈了都是同样一件事情啦 我想都是有帮助 所以 这个我也会持续 跟各位报告 因为大家看大尾 看得很习惯了 甚至我想很多的 我们的粉丝朋友的小孩 你的小朋友 可能也会 诶 看到大尾做什么 自己有点兴趣 看能不能做 有点类似的事情 那也非常非常好 那么就是他 如果有慢慢痊愈以后 他会再 再出现 再跟各位一起 来聊车 那我们也已经报名了 11月24号 25号 在大鹏湾的 OP的这个 独走 好 这个独走 独走赛 好 就11月24号 25号 我跟大尾都会下去 那当然 大家应该也记得 今年年初 三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我刚买了 我的这个 160M5嘛 那我就把我的M5 跟他大尾的那一部 328 两部车呢 坐拖车 坐到大鹏湾去跑 那其实M5那么大的车 其实 其实 大鹏湾很多小弯嘛 因为他场地受一些限制 很多很小的弯 对M5来讲 并不是很吃香啦 那现在大家也知道 我刚入手了一部M3 还不到两周 就一周多而已 那11月24号 25号呢 我会开我的 现在买的这部M3 下去跑跑看 那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三月份的时候 我用我那160M5 那当然 大家知道 我不是专门在跑 跑车道 我不是很熟悉那一东西 那车子也完全没有改 而当时呢 后轮是 刚买来的时候 后轮是 这个米其林的PSS 那前轮是PS2 PS2 所以有人回答说推头 没错 你第一个 那个车本身就大台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一想到这种轮胎的配置 后面PSS 前面是PS2 那suppose呢 PSS的各方面性能 是优于PS2的 所以呢 这个推头很厉害 那现在我用M3去跑的话呢 那应该会比当时好 因为当时M5 我跑出来是2分14秒 最佳成绩2分14秒 那这个 今年的11月24号15号 所以我在那边讲 就是说跟各位报告一下 大家如果说 还有兴趣看 我们到时候跑成绩的话 那其实三个月后 那当然我也欢迎 大家如果说呢 不管是您自己 或者说您的 也有像大尾这种 国二国三的小孩 也想去参观 观摩观摩的话 不一定要下去跑 都可以这一个 都可以呢 在那个三个月后嘛 大家可以安排安排 这个叫做 这次是OP option杂志 OP背啊 OP半的 那这种活动呢 其实大人但没问题 你只要有驾照 有驾照车子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这一个检查之后 就可以下场跑 那么如果小朋友的话 你14岁以上 14岁以上的话 你就可以经过家长签同意输 就可以下跑 因为它那个只要不是公路上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 有没有驾照的一个 一个限制嘛 好 那么再来就是这个 我提到的就是 这个A45啦 我发现那个影片当时直播的时候 哇看的人也不少 其实这个宾室的车是这样子 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到说呢 其实庞德在试车的过程 但我试的车总不是很多 比起很多其他的这个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 你说这个嘉伟啊 Andy啊 或甚至最近的这个离开超越的叶明德啊 其实我试的车比他们少很多 或廖宜成啊 他们都是很绵密的 是几乎每一款车都会试到 因为类似好像这个汽车杂志影音化的一个做法 但是我的话的就比较少 我的话就比较少 那其实我市的车总受限的原因其实很多啦 那其中有一个当然我必须也承认说 有一些部分是我自己留于主观啦 留于主观 那么像宾室的车子呢 其实我之前有接触有 像许位老师他第一次买双B车子的时候呢 当时呢就是买宾室的车子 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当时呢我从国外读书刚回来 然后呢 许位老师叫买车 那他第一次要买进口车 当然就买宾室 因为宾室在这个品牌形象上 所谓的进口车 不管说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形象 或者说犒赏自己 第一品牌 这种双B里面呢 感觉似乎还是宾室才是第一品牌啦 所以就买宾室 那那个车子呢 其实买之后当时 我对车子也不是说真的了解 那么多也还没有开始在从事气修等等 我就觉得那个车第一个很省油 那第二个呢就是包括它的板件做得非常的扎实 然后呢内装 不仅说内装的质感 还有一些比如说门 门这个门框啊 窗框跟车身的接缝等等 都会觉得哇做得真是仔细 不仅说可能接触的这个胶条 有两道三道 而且呢可能胶条上还有 coating上一层薄薄的这个像绒啊 那种绒毛有没有 就减少这个胶条跟车体的摩擦等等 做得非常非常仔细 所以当时就觉得嗯 冰湿车真的是不错 ok 但是呢觉得它的这个handle 我记得有几次在过这个快速道路 所以当时我的好朋友那个阿水 住在这个万华嘛 所以那我住内湖 常常从万华 我现在讲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从万华要回到内湖的时候 走那个环河 环河南北路 那地方 现在详细地点我讲不是很清楚了 就经过一个地下之后 然后呢 马上一个左弯 所以万华要回台北 那水源快速道路 对水源快速道路 下来说那左转的时候 哇 忽然间喔 前面刚好有车子 那但过弯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有点要支撑不住 就前面忽然又有车子 就哇一刹车整个车 偏滑出去 但运气很好没有撞毙啦 所以我我当时就觉得说嗯 这样的handle是不是不是太好 但是我也不敢说是不是不好 因为我自己当时开的车并不多 以前开的就雅哥 然后欧宝的Omega 双B车几乎是没碰过的 那后来呢 我上礼拜也提过说 我跟这个BMW M3的情节嘛 上礼拜有听到的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这一段 有没有 上礼拜有没有听到这一段 就是我提到 为什么我现在 但各方面各种原因啦 为什么我现在 又买个M3 因为我跟M3有一段这个 也算是有点浪漫的一个情节 有没有 有没有 有的 有的 回应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 上礼拜我有讲 为什么我对M3 那么情有独钟 因为这个 有没有啦 有啦 有林鸿雨先生 还有 Hang Hang 还有林北复 吴剑 大家都有听到 OK 好 对 还有提到小套房 对对对 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好 赞 有地 没有地 没有地 他只买一个小套房 然后小套房的下面有停车场 然后他就希望我去停他那边 那就因为这样 我们就感情越来越浓厚 就是M3 那我买那部M3 好 所以大家知道说 我后来就是买了M3 好那当然这个就是发生在 我刚才讲说 我接触我许位老师那部宾市的后几年的事情 好买了M3 还发现 哇 那个操控真的是 完全是天跟地的差别 当然这不见得是一个公平的比赛 因为呢 许位老师买的那部是W202 代号W202 那个叫C230 好那就是 一般的轿车 房车 但是M3的话 M3的话呢 它是所谓的 呃 叫跑车或跑轿车 好是性能版的一个车子 那不是 跟一般车比 不是不能这样比 但是呢 说实在 即使是 因为后来我就接触很多BMW车子了 即使是BMW 你说325 甚至呢318 好318就好了喔 其实在底盘的handle上 操控的感觉上 还有比如说换挡的速度 甚至你说音响啊 甚至室内灯啊 甚至室内灯啊 都会发现BMW做法是比较快的 比较直接的 而 而賓士的车子呢 都是比较渐进的 比较和缓的 你Kick down 你真的要退档吗 诶可能厚着一两秒 再进来等等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后来我就 就觉得说 我还是 比较钟情于BMW车的那种感觉啦 那賓士的车呢 后来也陆续 陆续试了几款 包括W202 尾批啊 出了一款叫C43 C43 W202 C43喔 好大一颗V8引擎 三百六十几匹 当时我一度想买 要去试车 也是一样的问题 Handle 实在是不好 好尤其是放了大颗引擎之后 哇那个 配重更是怪 甚至到后来呢 W203的时候 W203 当时呢 是 庞德我自己啦 已经开始在接触 车子这个行业的时候 当时属于最高峰的时候 什么东西最高峰呢 就是呢 所谓的烙引擎 改车啊 尤其是玩 双B啊 还有Impressa 哇 喜美当时最旺的时候 就是每到这个 周末 周五晚上 或周六晚上的时候呢 到国道3号 国道3号 那关西休息站 哇 热闹得不得了啊 哇 那边聚集 然后呢 有些比较有组织的一些团体的话 可能会分 200匹的 然后300匹的 400匹的 马力小的先走 分匹走 然后呢 有分段 在某些段呢 跟着两个交流到中间 可以前面有猎犬 猎犬就是说 先走一趟 先走一趟 看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警察 然后就 啪 冲啊 这样就开始跑 那没错 那我现在那个都席 都席先生说是夜跑 没错 当时是很流行这个东西 当时我也有去 因为那个时候旁的 其实大家有些人也知道 旁的在接触这个汽修业 早期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要把我自己那一部 美龟M3 改成欧龟M3 所以呢 就跑到欧洲去 跑到德国去 自己飞到 飞到德国去 就去买那边的 那个当时叫286 或321的欧龟M3的引擎 然后装箱货柜 再回台湾来 装到我的美龟M3上 那所以也就因此 后来我发现说 这是一个business 所以呢就做了 蛮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我刚才讲那一那种 那一晚上 风声鹤唳的 那我有参加 当时呢最热的就是 C36 C36 好 刚才这边很多人在讲 那个C43 对 又有人帮我回答 林书伟同学有帮我回答 其实W202的C43 是V8 是V8自然进气的 那么到这个 到这个W203的时候 是C36的时候 哦 那个就变成是 这个6缸 然后这个 机械增压的 那个年代呢 其实 BMW是 E46N3 还是自然进气 NA的嘛 然后你说这个 N5的话 那个 可能这个 还是 139 那种手排的 等等的 就会发现在直线的时候 哇 那都冰式的天下 啪 直线非常非常快 但是呢 常常到 一些 弯道的时候 弯道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 有些冰式的车子 就 会相对保守一点 对对对 C32抱歉 谢谢这个 Hen John先生 刚才跟我指证一下 是C32 跟他讲 W203那是C32 对 所以这次 冰式呢 到W203的时候呢 我个人的感觉啦 我不敢说我讲的 一定准啦 就整个在 HANDLE上呢 我认为 还是 跟BMW车 还是有一些距离 还是有些距离 所以今天如果说 甚至到三道 神道106啊 北宜啊 或细瓶啊 这些路上去跑的时候 其实冰式在 跑这样相对路段的时候呢 相对还是会弱的一些 所以我刚才前面讲这么多 就是说 所以后来 我自己呢 就对冰式这个车子的 品牌相对 相对就比较越走越远 我觉得 他的车我实在 是觉得开不惯 然后内装的一个铺层 很多很圆圆的东西 像中啊 到现在车还是用圆中 我就觉得不是很喜欢 不是很喜欢 好 但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个 每年的这个 销售数字上看起来 冰式呢 还是始终是 占第一位 而且常常 是领先 领先 第二第三名 的这个品牌 很多的 那 尤其是 近来 我在侧面观察 在冰式的车子 不管外形上 从W204之后呢 我就觉得那外形 嗯 内装我还是不喜欢 但是外形 我说实在 蛮吸引 蛮吸引 我觉得蛮好看的 那我就开我觉得 W204 有比W203的 handle 就 好蛮多的了 但是 还是 我觉得还是没有同等级的 这个Bimmer 来得好 我认为还是差一点 但是好很多了 那到最新款的 到最新款的 哇 那个从他们的广告上 然后你可以发现到说 他的这个 车子的这个 车系里面 的这个 动力编程啊 哇 真的是不得了 63的挂了一大堆 然后现在又有45 那当然这个45呢 到底是庆祝AMG45年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就是说 这几款 45的 通常呢 就代表它的引擎啊 就是那个2.0升 我重点是要讲说 2.0升的引擎 炸到360 380匹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 嗯 非常的想去体会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所以呢 在真空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去联络台湾兵士 我说能不能让我试一台 45的 好 45的 那他们就直接 弄一台 其实45的 有很多 就2.0增压到360匹 380匹的车款 现在在兵士的整个车系里面 其实也蛮多台的 哈 他们直接弄了一部 A45 红色的 大家看我这礼拜 那个脸书上PO有看到吗 哇 那个 后面扰流翼啊 啪 哇 很蛮夸张的 然后前面的定封翼啊 后 余奇 弄得很夸张 弄得很 强 你不会 不会觉得说 这个是 原厂改的 你觉得好像这不是原厂改 反而 我觉得 一个月前我试的那个 B&W的340 有没有 感觉起来 比起来 还 还没有这个 兵士的这个 A45来得杀呢 对不对 感觉还保守了一些 好 那么 这个 兵士的这个A45呢 当然 对不对 四轮驱动啊 马力那么大啊 然后我一直好奇的是说 2000cc你要炸到这么大的马力 就我自己 就我自己的了解 我认为说 你涡轮就是这样子嘛 你今天就是靠排气 喷气出来 喷气推那个涡轮 然后推到那个涡轮 那个涡轮是个同轴 带动 另外一方 另一方 扇叶去打气 打到进气侧嘛 你一定知道 那个扇叶呢 打的风已经 高于原来吸气的速度了 因为你 你本来Ni的车 你只要 解气法一看 你就会吸气嘛 它本来就有一个 吸气的量 跟流速嘛 那你今天你要 加压的意思就是说 在同样的节气门的开度 同样的转速的情况之下 你的进气 怎么样 还要推动原来的进气 但流速比原来还要快嘛 所以你要速度 速度够大 够快 或者说叶片角度够大 让它打的风能够 足以比Ni的流速更快 那你想哦 要不就是你 你喷出来气的流速啊 狗那你转速要提升啊 要不就是你这个叶片怎么样 轻轻就可以拖得很快 但是呢 现在来啦 问题来了 你如果说涡轮本身啊 叶片是小的 你叫这个蚊子太小了 小颗的蚊子 你再怎么打 打的风也有限 因为本身你小颗嘛 打的那个 善业的面积小嘛 但是小颗的好处是怎么样 我喷出排气 喷的气量 不需要喷很快 它就很快就能带动 它本身小颗嘛 你现在如果比较大颗的涡轮的话 你要让它达到一定的转速哦 你喷的气量要够 所以通常比较大颗的这个涡轮的时候 原则上来讲就是 你要拉到比较高转速的时候 诶 才有足够的排气去推动它 让它打得去 足以的去增压 增压这个进气侧 所以这样就会辞制嘛 我刚开始踩的时候 诶 没什么力 而且比NA还没力啊 为什么比NA还没力 因为呢 涡轮引擎通常 因为怕有暴震的情形 会把压缩比调降 那压缩比调降之后 如果没有打压力进来之前 它比正常的NA还没力 因为它正常NA的车 它不需要去调降压缩比嘛 那你调降压缩比之后 然后涡轮又还没打进来的时候 没力 然后一打到那个有效转速 涡轮的力量够咯 打进来 哇 力量突然冲出来 所以呢 今天如果说是一个相对小排气量 要创造这么大马力的话 那我会认为应该就是 它要达到一个相当的转速 因为你气量没有很多 你就2000而已嘛 对不对 你可能要到一个转速才足以推动 也是够大的涡轮 因为你能够打到380匹 你增压的值一定很高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十字的这个 这个现象 照理说应该会 非常严重才对 当然现在很多的新科技 比如说 这个涡轮里面有 这个可变几何啊 它可能大小就是取一个折中 然后呢透过这个pitch 这个叶片的pitch改变 你转速还低的时候 我pitch大一点 让你稍微气不是很大 它就能够带动 等你高转的时候 pitch就变小 那去均衡掉 这个转速高低 对于它涡轮灌气的这个效果 那还有可能透过点火证实啊 甚至变速箱的一些 这个结合的时间等等 让这个磁质的发生减少之余 还让磁质呢 让驾驶人比较没有感觉 所以呢之前 之前我在试这个 有一些比较好的车 比如说GTR等等 比较高级的车的时候 就发现说 像我看我试GTR 说实在 几乎我没有感觉到 在任何情况 包括低速包括高速 没有感觉有什么尺滞的感觉 那这个A45你说它 贵也不是很贵 说便宜也不是便宜的车子 那么我去试之后呢 说实在的 因为我刚才讲 它先天的结构嘛 2000你要炸到这么大的马力 我本来认为啊 它那个磁质一定很严重 一定很难开 而且在我还没有碰到这个车之前呢 在很多的车友 很多都是很资深的很厉害的车友 提到他们对在车的一些意见 有些是开过的 其实真的是包贬都有 有些人说那个车很难开 有些人就说那个车 快的跟火箭一样 等等等等 所以我那一天去试开之后呢 我的结论是这样 那一车我觉得 很适合很多人 这个就是兵士的强项 跟我刚才前面讲 为什么十多年前 这个在关西休息站 啪的冲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买的车 还是C32 而不是买E46N3 那跟这个A45有什么关联呢 大家都回来了吗 我们休息三分钟 哈喽哈喽 赶快回来了 我们休息是三分钟 好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 这个我开的这个A45 这是 重点是我刚才铺陈的很长 就是我很长时间呢 没有去这个 接触这个兵士的车子 然后呢 我现在再去试 但我事先 我必须承认 我有一些主观的一些 这个set up 那去试了之后呢 就感觉到 就感觉到 冰士 它到底就是冰士 它还是回复到 它原先的idea 就算我刚才前面讲说 哇 那个 大部分的车油 其实 这个价格什么都差不多嘛 对不对 大家还是以开冰士的 以当时那个年代 开这个C32的居多 因为容易 它这个低转的时候 那个机械增压的 油门一踩 扭力很大 冲啊 就加速非常非常快 扭力很大 那当然遇到弯道的时候 会弱一些 但是说实在的 你真的 喜欢去跑山道的人 就相对就比较少了 绝大多数真的所谓要 要享受这个肾上限输 刺激快感的朋友 一般还是高速公路 会稍微标一下 或怎么样 真的 要去挑战山路 还是少嘛 还是少 那这就已经过滤到一些人了 然后呢 真的到山路里面的时候 其实 马力很大不见得是 真正很好用 对不对 我们都好玩用鱼神嘛 他常跟我讲嘛 他说其实 其实以跑北宜来讲 其实马力在200匹最刚好 多 其实反而容易犯错 容易犯错 你可能在弯中 在弯中的时候呢 油门本身控制不好 或者说呢 突然间 比如说路不平 踮一下 一踮一下之后 你油门不敢弹一下 哇 那个对马力大的车来讲啊 弹一下可能就是 后轮输出 就甩一下 搞不好就冲出去了 那如果说 马力相对比较小的车子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 在这个 过了Apex 等要出弯的时候 其实油门都是到底的啦 一到直线 油门都是踩到底 没什么好动的 反而就减少一些 出错的 机会等等的啦 所以你真的说要去体会那种 哇 重量分配 然后 呃 这个 前轮抓地力增加 还是说后轮抓地力增加 什么时候减速 什么时候过弯 什么时候出弯 其实相对还是少了一些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 其实还是买冰式的 巨多 巨多 为什么 它容易开 它比较不容易犯错 犯错呢 也不会怎么样 它相对各方面是比较柔和 比较均衡的 好 那我现在开的这个A45呢 我发现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形 你说它厉不厉害 它很厉害 你说快不快 它很快 但是呢 说实在的 就是 不同的人 去开它 它显现出来的结果 不会差很多 差不了多少 它显现时间都差 它不会差多少啊 这有点跟什么很像 跟GTR也有点像 记得大家 我大概两三个月前开那个GTR的时候呢 我就有提到说 它开啪啪啪 哇很快 其实 大尾座旁边说 喔爸 你开这车很猛 我跟大尾讲说 其实 我开没有很猛 其实我刚才也犯很多错误 有一些地方呢 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刹车点过早 或者说过晚 有一些可能出弯点其实不对 或等等的 但是呢 感觉还是很快 为什么 因为它是车子厉害 车它帮你开 它容许呢 驾驶人很多犯错的时候 然后呢 它本身马力很大 四轮驱动 我上次不是在津津乐道 这个Nissan GTR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那个防滑系统 它不是锁车轮 它是加速车轮 很厉害 所以又能够让你 进到原先的行进轨迹 又能够不失控 这是它厉害的地方 那这个A45也是 你说它快不快 它很快 而且我相信 你我它去开 只要你油门敢踩 它就是这么快 但 会开还是不会开 还是有差别啦 只是说差别不会很大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四轮驱动 然后呢 它很多模式选择 有这个Individual 然后Support Support Plus 甚至它这一 我是这一管 这还有Race模式 这些就是说 它原厂配好的 你要舒服的话 可能就包括油门反应也比较慢 包括这个变相换挡时机也比较提早 而不是延后了 提早 然后便宜器也调软 然后防滑系统是什么 是最积极的防滑系统 等等的 那你一个一个往上 就逐渐逐渐的把车子 从这个和缓变成是比较激烈的 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真的在开的时候 很多地方你会发现 其实还是电脑一直在帮助你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这个其实你说是好是坏 我觉得每个人看法并不一样 这个东西绝对很多人看法不一样 很多人觉得说 这车开你还是你开车啊 你开那个车是车开你嘛 车开人不是人开车啊 但是这个只是对某些人来讲 你觉得你要人开车 不要车开人 因为你很会开嘛 然后你可能你觉得我会开 然后我呃人总会犯错嘛 对不对 我开车有时候就是要追求那一种操控或刺激 那个刺激有时候就是自己跟 我这样就直说嘛 就是自己跟失控已经有点接近了 但是你又没有进入 可能这次你成功过弯或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其实若是有闪失的话 可能是撞车的 可能是撞车 这是你要承担的风险 有些人觉得这个就是乐趣所在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那么想 有些人觉得我还不要了耶 我既然科技能够帮我 我干嘛要至少麻烦 我当然是安全最重要啊 所以如果说现在是太太啦 女朋友啦爸爸妈妈啦 听到 听到如果说自己的先生爱人小孩 想要买性能车的话 呃如果你问我的话啦 照我的建议应该很清楚了嘛 一定就开这种车子电脑很厉害的 都是他帮你开 但是你在车上 你知道自己犯错 或怎么样 反正你给我们毛起来踩 其实 弯都是会过的 只要你要不要的 太过于超过物理极限 你说你一定要 这个这个这个路 它这个车子的底盘 它极限顶多就是 时速60公里近 你硬要90公里近 这就叫超过物理极限 你再多的技术 再多的这个稳定系统也救不了你 但是如果说 今天你没有超过这样一个物理极限 你是进弯之后 抱歉 你在不该踩油门的时候踩了油门 或是说你在不该踩刹车的时候踩了刹车 或是说这个弯的 弯的这个左右 左右这个百度或频率不对 这些都是你犯 这些错可能造成你在弯中失控的 但是你只要进弯速度没有超过物理极限 上述这些错误 只要是所谓电脑很厉害的车 它都会帮你修回来 你都不至于撞车 OK这个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所以A45的我的感觉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它是车开人的一个车 它反正你就用力的开 油门一直踩 弯中 这不要太过分就好了 大概都是可以过 它都是可以过的 四轮驱动 然后呢整个侧滑的时候基本上是 整台车横移的 而不是推头或者说甩尾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它的这个内装说实在 我还真不喜欢 尤其那个一个荧幕倒在那里 好像黏在那边 一样 然后这个 我特别在我脸书PO那一篇 都有提到 那个车门的门框 它还看得到烤漆面 我会认为 当然啦如果说你认为 这就是一个它相对比较 不是这么高级的车 这样解释也可以 但是你也可以讲说 它是一个宾室 它是一个高级的进口品牌 怎么可以那么随便 我会觉得这个地方 会比较随便一点 所以讲到这里 当然我们也必须公平的讲 你说你现在BMW Audi 难道他们就 他们就不车开人吗 其实现在绝大多数是包括保时捷 我一个好朋友 我一个好朋友 他是这个991 991的这个911的GTS 其实 我们知道Porsche 还多了一个后轮转向 速度低的时候呢 跟前轮做反向 速度快的时候 跟前轮做同向 甚至还有这么厉害的系统 那据他们也说 那个是电脑很厉害很厉害的车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车几乎都是车开人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他拥有一些 可以让你去做一个选择 比如说你可以分层次的 把这个介入点 它能够降低 像比如说我的M5跟M3 它有这个 冰4它们其实有类似的系统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是完全防护的话 全方面防护的话呢 只要有点感觉到它就开始锁油门 甚至呢必须去锁单 单轮的夹杀扭回来嘛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开到一个 比如说以BMW 它们叫做M Dynamic 就是说你用这个模式的时候 它就会 它当感应到的时候 它会 不会马上介入 而是让你甩一下之后呢 油门可能先不关 然后呢 甩太多了 到一个角度了之后呢 才开始关油门做夹杀动作 那如果再关低一点 再关低一点 分层次关 它可能可以 油门呢 基本上都不关了 油门都不关 但是呢 单轮夹杀 让轨迹回来 它还是会做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单独的选择的话 似乎就比较能够说 人开车跟车开人之间 由人来做决定 我人开车车开人之间的百分比 我要调整到多少 好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你车子本身的一个结构 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啦 比如说你前轮驱动车 基本上就是推头 后轮驱动车 基本上就倾向 倾向甩尾 那你今天如果说 像保时捷的 引擎放后面 又后驱的话 那就更容易甩尾 那这一些 这一些基本架构 都会决定了你这一台车 它到底是 比较容易出现一些 呃 这个比较极端人士追求的乐趣 或者是不是 今天如果说 你是要追求 认为我有机会 当自己驾驶 这个这个技术 层次提高的时候 或者你怎么样 你想要再介入 要介入更高的一个 享受驾车的层次的时候 那可能你先天就要先买一些 至少后轮驱动 但是呢 后轮驱动车 现在我刚才讲 还是电脑车已经做得很厉害了 至少你可以 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刚才讲的 介入放慢啊 或者说你前后轮的 这个抓地力 或轮子的大小 做一些调配 让这个车变成开始灵活 灵活之后呢 去做一些自己要追求一些乐趣 那今天如果说 它本身就是 四轮驱动 的一个 这个短轴的小车子的话 这方面的后续的潜力 我就会觉得 稍微小了一些了 那么 更不要说呢 这个一个四缸的引擎 然后又是涡轮的 它创造出来的 所谓的排气的声浪 还是 比较拼一点 OK 我这样讲应该大家就了解了 但是 没错也有人在提出 的确BMW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当然 其实我从来 这么多年来 在电视媒体上 跟各位在做车 在做评论的时候 我从来都 不会否定 或者不要想否定 我从来都一直讲一件事情 我一直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 双B的车子 它的故障率 一向都不是低的 它从来不是低的 它相对于一些 日系的车款 甚至国产车 它一向故障率 都不是低的 而BMW的车子呢 它通常 就是这一个 漏油啊 或者说变速箱啊 这地方 其实容易出问题 但是你说其他 你说賓士车就没有吗 也有啊 对不对 像賓士 就是这个油皮车 在证券年份 我不是很记得了 是V6的那个 那个引擎 它就那个 有一个 那个 链条 那个突人轴 那个链条 链条 链条那一个尺盘 就是 到了 好像四五万公里吧 居然就会有 磨损 然后滑齿的情形 这是 很离谱的一个事情啊 但是它就发生了 所以 每个厂牌都有 也死去 只是overall来讲 那这个 宾士跟BMW车子呢 其实BMW车子呢 它当然故障率 从来都不是低的 好这部分 我大概讲到这边了 那再来就是 也是一个 非常受大家 呃 这个欢迎的 一个 诶有发生什么事吗 是有一位 黄先生说 我厂在厂房内 被人关的仓库 你还 赶快救我 哦应该是开玩笑的 老哥我马上到 应该在讲那个 那个 那个 智慧车 其实我不太 喜欢谈智慧车的事情 因为觉得 车子变智慧 那就不是车了嘛 它就不是 automobile 它不是自动要移动 它是一个被set up 它就是 公车了嘛 其实我 很喜欢讲这个 那前两天 我朋友他 传一张 脸书的图片给我看 是那个BBC 我记得那个Jeremy Jeremy他讲的 他说 如果呢 如果 这个很棒 我想我等一下把它传到我的粉丝团给大家看 这Jeremy 他讲的 他说 如果你每天早上 坐上你的车子 关起门 坐上你的车子里面 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的话 就是你的车子 你上车 你的车 没有让你有兴奋的感觉的话 你还不如去坐公车 这是 这不是我讲的 是Jeremy讲的 这是Jeremy讲的 所以 这个 当然这个是 我相信他是这么想啦 但这不是不见得每个人做得到嘛 对不对 那 那 以龐德 我自己来讲 像那一篇 超过六千多个赞 这对于我的粉丝团来讲 是历史新高的 那个 就是我现在买了 现在我自己的车库里面 有N3跟M 都是老车啦 大家不要想太多的 都是老车啦 那 我坐在这两部车 都 我只要一上车 就让我很兴奋 而且 我常常 嗯 在睡梦中 在想想我这些车子的事情 就觉得很开心 好 那 当然这个都 这个是我目前啦 我目前啦 好 那我怎么讲这个呢 就是说 我PO了这个 N3去刷这个GTS的程式 其实我讲这个 我不是要 跟炫耀大家 我一刷 这不是蛋不是 是说 可能很多人想 刷GTS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那 我今天把这一本 这本书是我去年 带大伟去瑞士 慕尼黑比遥控飞机的时候 我们有开 autobahn 然后开到 德国的 慕尼黑 那个B&W总部 总部 那边买了这一本 但后来 我当时没有仔细看 然后跑回看 原来这是老美写的 但是在德国慕尼黑的 B&W总部 总部买的书 就专门讲M3的 他说B&W M3的Complex Story M3的一个完整的故事 好我直接翻到 它里面很多了 那他这个 他说这个 Special Edition of the E90 Series M3 就是说 E90 M3的一些特别版本 那其中提到这个 就是 橘色的 这个叫做 GTS 这个叫GTS 你看 M3 GTS 那其GTS 你包括保时捷 和这个 冰石都有出所谓的GTS 其实GTS 就是 但想当然而 就是说 车子的性能更好 然后呢 更厂车化的设定 你看 他不仅说外观 比较抢眼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大家弄镜给大家看 说实在 这个 这个外形 看起来好像很 还没有我那些 A45 冰式的A45 OK 然后你看 里面 里面是 防滚龙 然后跑车座椅 然后整车当然轻量化 然后呢 动力 动力也比较大 我翻到后面有 因为一般的标准版的M3 是4.0NA 然后 420匹马力 但是呢 他这个 诶 翻到哪去了 他这个 M190 M3的GTS 他这个GTS呢 是4.4升 然后呢 450匹马力 OK 我翻不到该那一页去 不浪费时间 也就是说 他这个就是原厂 我们讲说 M3啊 M5啊 M6啊 就已经是 轿车的一个跑车部门 3 变M3 4变M4 5变M5嘛 但是呢 他们就除了 M3 M4 M5之外 还不满足的 就出了一些 Special Edition 比如说 这个M3的GTS 他本来4.0 420匹 哇 就很猛了嘛 但是呢 又出了一个更猛的 拓缸到4.4 然后呢 这个450匹马力 好 那我这个 M3买了之后呢 当然 我也有 就跟一些车友 交换一些意见 那我就得到一个消息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 NA的引擎 其实4.0 420匹呢 原厂已经算是 Tune到非常非常 很紧绷 以NA来讲 但是呢 他们说他们 有去这个 不少车友 会直接呢 把这一个 有个这个叫 Taojabo 为什么叫Taojabo 其实任何的车子 都会有一些所谓的 非原厂 就是外面改装厂 针对某个车子 的引擎 去写程式 叫Remap 重新写程式 包括变速箱也好 包括引擎也好 包括变速箱也罢 但是呢 他们就发现说 诶 其实呢 他这个 因为原厂有出 GTS 这个Edition 你只要是原厂有出的呢 通常在他们的 reprogram的原厂电脑里面 诶 资料就会写进去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一种 双B的这一种 整弹电脑 其实在外头 copy版的很多啊 所以呢 你只要取得这一种 原厂的这一个 可以改写程式的 那一个 叫EstaP 或者是工程版电脑 里头就内建了 原厂 所有车型的一些 program 那GTS是嘛 所以呢 GTS就变成 相对容易取得 那他们就直接说 你就把你的车子 变速箱的部分 把它改成 这也不是什么升级 就 重新remap 改成GTS的版本 诶 那GTS当然 我们今天 你只要讲 他本来就是比正常版 再advance一点嘛 那GTS之后呢 GTS的变速箱程式 一定是怎么样 换档的时间 可能是比如说 本来是1500转 1500的时候 进档 他提高到2000转 进档 然后甚至呢 像虽然说DTC啊 这个Double Clutch Transmission 本身很快了 他可能会更快 用更快的时间 去做换档 那你说 那为什么原先 不做那么快呢 他会有些限制 比如说寿命会短啊 或者说呢 如果说要做到这么快的 一个换档速度的时候 可能油温会升高啊 容易造成这个 这个对环境的一些敏感啊 因为油温可能过高嘛 所以呢今天 如果说你 在这个 变速箱油温 控制得当的情况之下 把它写成GTS的 这一个 Program呢 哇 就会不一样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那一篇文章有特别照 所谓的 变速箱的 这个冷却器 其实M3是这样 M3呢 它这个 主要的 这个冷却器都在正面 水箱啊 冷气啊 还有那个方向机啊 它的冷却器都在前方 这个板子 但是呢 因为太满没地方放了 所以呢 它这个DTC啊 它这个 DCT啦 它这个变速箱 的这个 油冷器 是在这一栋 这一孔洞 所以我拍的照片 一张是从前拍 一张呢 是从 这个地方拍进去的 因为它这边进气 从后方归这个地方出气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我今天 但我有听人家讲说 你如果升级GTS程式的时候呢 最好是 把这个 油归 油归去改一下 改一下这个 温度 让它提早开 甚至把这个油冷器 有加厚型的 把它改 但是我没有 我就选择怎么样 去把这个 这个油冷器 把它很 很彻底的 用高压清洗器 还喷了一点溶剂 把它洗得很干净 我看到照片嘛 我看到照片嘛 我看到照片是亮 那是清洗过 本来是黑黑的 把它洗得很干净 然后呢 我升级了这个GTS之后 嗯 我 我坦诚 差别不是 这么这么的大 但是呢 你感觉到 室友 它感觉 车开起来更 aggressive一点啦 所以我就做这件事情 那 这个 今天大家 大家开的车不见得都是跟我一样 M3 或是BMW 但是呢 我相信每个常拍 他们都可以透过一些 用程式的撰写 让你不管引擎也好 或变速箱也好 能够得到 以秉型来讲 比如说得到更高的马力 其实得到更高的马力 不是什么难事 因为我常跟各位报告嘛 所谓的马力就是 扭力乘以转速 大致讲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你在原来的 原来的排气量 充沉 都不变的情况 扭力大概就这样子了 如果说你现在要 把马力再往上提升一点的话 就是让你车子的 有效转速再往上提升 比如说你原来是到 6500转的时候 就开始往下走了 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这个引擎 到达6500转的时候呢 你已经扭力的 扭力的输出 已经相对慢慢下降了 那为什么下降 原因当然很多啦 包括你的解气门的大小 包括你的整个 旗馆的这个 文士馆原理的运用 包括你的这一个 气门跟突人轴 这个Follow 跟随的这个反应 的一个保护的机制 这原因是很多的 包括你喷油的油量 等等的 但今天呢 通常原厂写的 都会相对比较保护 其实比如说 我刚才讲6500好了 它是保护嘛 那其实你可以 再往上走一点点 那今天所谓的改装 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是呢 让这个呢 原厂的这个上面的盖板 往上提高一点点 你现在6500 只要你能够到6600 到6600才开始摔退 马力马上就往上走了 因为你到6600 那个峰值爬到6600 那你如果再往上走 那爬更多 那当然你要爬多的话 那就绝对不是说 在原有的架构上 把你的这个 这个保护的 保护的这个区域 往上提 不行那要爆引擎的 那可能就要改 比如说你进气也改 包括突人轴改 改这个高角度的 包括气门台黄改 比较硬的 才能够说 我承受到相对比较高的 转速的时候呢 我的机构仍然效率没有下降 而是往上走的 这样最高马力就会出来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 去多多了解一下 看您所开的车子的品牌 有没有这种东西可以运用 但是呢 还是要掌握一个原则 不要贪心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来 你只要一次要走多的话 其实承担的风险 相对真的会高了很多 哇那今天讲这个 讲了一个小时 那我今天又PO了一个影片 大家有看到 其实很多人 都以为我做大为一个小孩 其实我爱一个女儿 那这个女儿呢 一方面 我坦白说啊 女儿我比较不喜欢让她露脸 我们总是比较保护女生 那第一个我女儿也很内向 她也很内向 所以她一向 她不太参与我的这个 在媒体上的一些露面 那这次呢 找这个妹妹来 一方面 就是大为 臉变酱 也不好看 那二来呢 就是 我觉得 这个V7 其实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 对这个大字节品牌 其实观感是不一 但是呢 以这个V7来讲 我是说实在的 真的让我非常impressive 那 她本身的 我就之前有提到 提到了 不管是M7也好 或是这个V7也好 就是 我们开一种香车 都是有目的的嘛 这目的绝对不是耍帅 当然不是耍帅 耍帅怎么开香车呢 那当然也不是追求 你的什么操控去砂弯 你开香车去砂弯 你至少麻烦吗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一般开车就是 今天就是为了带 带家人 或今天为了 带人 带货物等等 就牺牲掉所谓 开车的享受 像我们开 这个 就是在 我坐进去我就享受了 对不对 但是享受 但是呢 我说实在的 大家也不见得相信 我讲的话 大家可以试试看 就是那就觉得 尤其是这个M7跟V7 就是以香车来讲 它不管加速性或底盘的沉稳度 扎实性 还有变换车道的稳定度 我个人认为是很不错的 你不会觉得说开这个车是 完全就是为了载东西 没有乐趣 不是 它还是有一些乐趣在 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V7呢 它上面一个高顶 我之前第一眼看到 我还以为上面是有什么露营车啊 有没有 可以打开来 你们可以睡人 有没有 就不是 它只是为了把上面在挖高 但是又不跟动板件 所以呢 在上面做一个硕缸的 然后呢 用锚钉或是一些机构 把它架高 为什么 因为里面要载轮椅 轮椅加人之后 高啊 你原来车顶头会顶在顶在这里 所以要加高 那里面可以坐轮椅顶上去 这样子 那 后来呢 我再去试这个车的时候 哇 它里面 它里面居然还弄了一个铰链拉绳 当然这要强调哦 它那个不是说 一拉就整个拉 后面一定要有人 有人扶着轮椅 但是呢 重点是 那个人只需要瞧方向就好了 不需要推 所以我特别叫我妹妹 我妹妹又瘦又小 她怎么可能推得动 但有那个托绳之后 力量主要是那个托绳在托 然后后方的话 撑着 就能够托上去 我认为这个真的是很棒的 而且它最重要的一个逻辑是 其实我这个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试车 试车的报告在里面 但重点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刚才讲的 你开这个车其实开的人 这个车其实还是开的蛮爽的 第二个就是说 它这个上下轮椅我认为是很有心的 去做这个事情 有那个脚绳可以把轮椅拉上去 甚至呢 你如果说不要坐在第三排的话 它那个脚绳还可以透过一个勾盘 让你这个轮椅直接拉到第二排的左侧 你可以跟坐第二排旁边的人一起聊天 不是一个人在后面 这个都是我认为非常用心的 非常用心的 那我为什么叫我那个女儿来弄 因为女儿瘦小 对不对 我里面就是半老 大家看到影片就好笑 我就觉得好笑了 对不对 哎呦 这个大尾啊 都没有来看我啊 那只剩下你照顾我 那你看你那么瘦小 对不对 那我把它那么重怎么办呢 还好有这个车 推拉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以后这种老年社会啊 这个年轻人要照顾老人家 当然你说以后长照会怎么样 不知道很可能还是就是跟现在没有什么太差差别 多半还是自己家人照顾 那常常年轻人照顾老年人的时候就形成现实上的冲突 小孩子又要展现孝心 老人家又觉得年轻人很辛苦 但是又需要人家照顾他 这很多冲突 中间就需要靠这些资源来补证嘛 所以我里面就有一段我自认为还不错的桥段 就是说 哎呀 今天如果有一些能够让你更聪明的方法 能够有效率省力的去照顾老人家的话 那不是很好吗 年轻人也更乐于 不然以前可能要载个老家出去玩 搞得天翻地覆啊 搞得大家累啊 然后老年人也觉得年轻人好辛苦这样弄 我算了算了还是不要好了 就少了这个出游的机会 那今天有这些东西之后呢 等于说Efford变少了 负担变少了 那所谓老年人跟年轻人 要一起出游 然后要尽孝心 这个两代三代同堂的机会 就因为这一些科技的 有新的 重点是价格不能太贵的 这些配备就让它成为可能 所以其实纳志杰的车子做了这么多款 做了那么多款 真正让我最 我讲最哦最高级 最impressed的车子 居然就是这一款V7 好不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边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耐心的收看 今天的开讲 那么一周内的这个粉丝团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替我分享 帮我按赞 大家邻居 利用在这里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下周见啰 拜拜晚安